嗨,大家好,我是Agner 在我身旁的也就是Sufford的Dottolin 哈啰,大家好 我有很多一些迷思的问题 特别是在于年龄来了 可是我也还没有对象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在未来有一个健康的宝宝呢 女生的最佳生育年龄其实真的是在30以下 30以上其实就开始慢慢下滑 可是35岁前我们还不被定义为高龄产妇 35岁过后就真的被叫做高龄产妇 就像我们以前有这个自主权 我们可以选择避孕 在我们觉得还不是时候的时候不想怀孕 可是现在我们也要用同样的角度去看待这个 知道现在这个卵子是我可能最好的时候 往后就是自然规律就会往下滑 真正现在比较科学的 而且比较有效的可能就是冻卵 卵子就坐在我们卵巢里面 你可以比喻这个卵巢就像一个学校 那你每个月的优势卵炮呢 就是从这个最后一班的那个高中生的毕业生的那颗状元 他每个月都出一个状元 可是每个月都有毕业生 那我们怎么把这些毕业生把它收集起来呢 那我们就要通过这样的一个试管的一个疗程 就给它触牌 就让你进行打针 本来每个月只有一颗状元 因为补习嘛 补习就像给他们打针 加补习班 那就那一个周期你就特别多的状元 我都可以把它们取出来 然后把它冷冻住 女生的卵子以身聚来 我们过后就没有再制造卵子 它只会依着年龄随之下降 那男生呢其实他每天都在制造精宠 所以其实卵子是有一定的数量的 没错 它有一定的数量 所以它随着时间消耗 那我们怎么把它在年轻的时候 可以把它动起来呢 那只有抓住这一批的那个毕业生 把它先动起来 冷藏的话 因为卵子在里面 我们不像男生 他们射精就可以把精虫冷藏起来 那我们卵子只有通过 我们这所谓的取卵的部分 取卵现在也是很先进的 因为我们有很好的那个扫描的那个scan machine 然后只需要15分钟 然后在你一些静脉麻醉之下呢 就可以从阴道去取出来了 完全上面也没有伤口 我们下体也不会有什么伤口 就是阴道有些针孔 类似针孔的伤口而已 这个我们叫做速冻 就是在秒杀之间把它冷冻到-196度 哇 所以你可以想象的话 如果你很快速地冷冻一个东西 它保鲜度特别好 所以可以选择在我们适当的时候 有适当的伴侣的时候 当我们想跟以后的对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可能五年前动起来的卵子 就是说我在我能够知道的时候 我以我自己最好的条件和努力去做我该做的事情 那如果你有更多想要问的问题或疑问的话呢 你只要来到SANFAR这里呢 找多多练就可以啦 谢谢大家